最新一期的币安新币挖矿又要来啦 这部影片将花一分钟告诉你 如何参与这个新币挖矿活动 这次的活动只有7天 谁要把握机会哦 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币安账户的话 可以点影片下面的说明来注册 可以享有手续费的优惠哦 那在这之前 汉克先来回顾一下 上一期的币安新币挖矿 上一期的Pixel币呢 跟外界预估的一样 差不多就是涨到0.6附近 整体来说的话 单次的收益大概是1-2% 然后如果你是有借币安币来挖矿的话 那它挖矿开始前剩余时间是剩10小时 代表说10小时后就可以挖矿了 那可以看到说 它有分两个矿池 一个是FDUSD 以及BNB矿池 两个矿池分配的新币比例不太一样 BNB矿池的话总共有80% 所以一般来说投入BNB的话 能获得的Portal币会相对来比较多一点 你要做的呢 就是点进去 选择你要投入BNB还是FDUSD 选择以后呢 按质压 然后输入你要投入的数量以后 就可以完成了 投入后你知道等一个小时 就会开始获得新币 你就可以在这个页面去领取 那如果不领取也没关系 等活动结束后 它也会统一的发放到你的现货账户 如果说你临时想要赎回 这个投入的BNB或是FDUSD的话 这边也会有一个赎回按钮 直接赎回就可以拿回 你当初投入的BNB跟FDUSD 原本投入的数量并不会减少 等于这些新币是免费送给你的 拿到新币以后 你没有办法马上卖 你要等到2月29号的下午6点以后 才能够开始交易哦 那通常一般刚开始交易的时候 行情都会比较剧烈一点